电影里郭彩杰杨佑宁亲的甜蜜 戏外两人的感情也打得火热 不过现在却传出 杨佑宁和郭彩杰宣告分手了 是我们的童话 却没有endin的最终话 郭彩杰在脸书上一句 我会每天的最终话 我会每天祝福你 祝福你的感情 祝福你的道路 被外界怀疑 就是两人的分手宣言 随即杨佑宁也在脸书上回应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祝福和期待 将近半年分隔四处工作 双方都很辛苦 但我们仍在努力没有放弃 看来小两口的恋情 真的出现危机 三年前郭彩杰杨佑宁 因为合作偶像剧产生情愫 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两人 时常公开放闪 你能拒绝我吗 好不好 面对镜头甜蜜蜜 甚至在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上 杨佑宁都不忘用女友的新歌 来向她示爱 其实我也会唱耶 还是我跟你一起唱整首好了 还是彩杰你也会唱 彩杰你也会唱 没关系 因为这首歌我很熟 我可以自己唱 不过就在2014年的8月 传出两人因为聚少离多 难以维系感情 所以开始讨论分手 虽然尝试着要努力 但是无奈人就无法克服问题 将往三年的恋情传出告吹 双方经纪人对于小两口的感情状况 表示了解中因此暂时不回应 但倒是有许多的粉丝 听到消息之后 纷纷表示为他们而感到惋惜 记者林英伟黄信仪采访报道